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过年春节不少陆剧女星都换上红衣红裙贺新年 在春晚舞台上也可以看见女星们穿上古装或传统服饰 像是杨幂 刘诗诗都换上了唐朝古装 滴力热巴则创了家乡传统服饰 以下14位陆剧女星春节过年新造型一起来看看吧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1.杨幂 杨幂2024年有望以胡瑶小红娘运红片回归 杨幂也参加了今年的春节晚会 曝光的好几套造型都没翻天 一套是金色刺绣红色亮片礼服裙 巨细这一整套造型来自国牌的定制款 深呼色的礼服尽显她的高规气质 配祖母绿的珠宝配饰 一身行头总价超过百万元 大家都说杨幂最近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少女感满满超级美 君君哥喜欢杨幂另一套红色旗袍 旗袍真的要身杂好的美人穿 才会好看呀 看看杨幂的胸 那腰 杨幂在春晚也换上了古装表演 这是杨幂比较少尝试的糖妆造型呢 陆军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二 底利热巴 底利热巴则是换上维吾尔族传统服饰 爱德莱斯群登上春节晚会 据悉爱德莱斯群盛行于唐代 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梦幻般的丰富色彩 爱德莱斯被誉为不骨鸟的翅膀花 这一套是劳伦思许高级定制 底利热巴还被称作是新疆的十六花 美翻天了 底利热巴又美又明艳 有种自然鲜活的感觉 这套造型讨论度很高 陆军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三 刘世世 刘世世除了红衣造型外 也和杨幂一样换上了唐朝古装 其胸如裙加大袖衫 大红与雅黄的配色 非常显气色 气质 再加上极具传统色彩的头饰 配上眉间的朱砂痣 宛如天女下凡 熟悉唐风的观众应该看得出来 刘世世的这套晚唐华服 借鉴的是唐代的脏花摄女图 能够凸显女子的雅致生活 刘世世这一身美度真的不输一念观山呀 真不愧是天旋古人刘世世 刘世世和杨幂也在冲往后台合影 今年诗密这对好闺蜜互动好多 两人也一见一后 接下了胡摇小红娘 月红片和竹叶片 相信到时候胡摇小红娘上当 两人互动应该会更多 大家就爱看诗密合体 陆剧女星纯洁过年造型 四 唐燕 唐燕的新春红裙也好美 唐燕特别适合明年的风格 而且状态超好 爱情甜甜蜜蜜 最近又以为繁花再次迎来事业高峰 而且网友扒出唐燕这身中 光是他佩戴的胸镇都价值87万呢 而唐燕的红衣造型被大家说 梦回了繁花汪小姐 繁花剧组也在春晚舞台上合体了 陆剧女星纯洁过年造型五 杨子 杨子也换上了红衣和大家拜年 不少网友都称赞杨子越来越美了 或许是长相思 要舅舅爱的接连走热 让杨子有了底气 越来越大方自信 2024年杨子的作品也都是强当中的强当 除了长相思第二集外 还有和许凯的都市情感剧《成欢记》 以及和离线二代的大女主经商剧《国色风华》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六 赵露丝 赵露丝则换上了古装和大家拜年 依然鬼马俏皮又甜萌 在偷偷藏不住身影接连走热后 2024年赵露丝也依然马不停蹄地拍戏 他接下了古装剧《珠连玉木》和《刘雨宁》二代 这是一部唐大大女主经商剧呢 感觉2024又是被赵露丝罢评的一年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七 于书欣 于书欣的造型好可爱呀 于书欣绑了双丸子头 头上还有两只小龙 搭配红色旗袍 这一身超级吸睛 也很适合她 今年于书欣除了奇襟招之外 还有任何IP改变的古装奇幻剧《永夜星河》代布 这是新颖的穿梳题材 语书欣搭档地域戏 是2024年很受瞩目的强荡大制作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八 白露 白露除了红色短旗袍造型外 以用新剧《百月饭仙》的古装造型 和大家拜年 《百月饭仙》是一部古装新下剧 白露搭档敖瑞鹏 白露在剧中的造型很受好评 大家都觉得特别适合白露 到时候播出肯定是红红火火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九 谈涩运 谭孙怡和白露穿了同款短旗袍 白露的是红色 谭孙怡的是黑色 俩人都一样甜美可爱 谭孙怡在春晚上的刺绣繁花 绿沙裙也很受好评 让谭孙怡整个人显得轻盈又优雅 好像花仙子降临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十 毛小童 大家过年都重温《甄嬛传》了吗 除了《春长寨》之外 英贵人毛小童 如今也依旧红红火火 毛小童的春节造型也超美 这套白色为主 红色刺绣猪串 点缀的泡泡绣旗袍 很适合她 再加上波浪发型 配上红色葫芦耳环 给一种邻家少女初长成的美感 除了传统的旗袍外 毛小童还换上青瓷旗袍 丰富画中仙一般 这同样是过年期间 讨论度相当高的一组造型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十一 刘涛 此次刘涛的春晚造型端庄大气 网友都称右键妈祖 原因则是刘涛春晚一出场 她后面出现了一个光环 网友都笑称 有那么一瞬间 以为我看到了妈祖 刘涛这次穿的是一套 东汉时期的女子服饰 刘涛有着天生的国泰民安脸 典型的东方女性长相 眉眼也很温柔 此次的服饰是以黄色为主色调 衣服上是猪鱼纹和云纹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同时也寓意吉祥平安 从整体舞台效果来看 刘涛还是完成得非常好 而其本人状态也非常好 上台前还发了一条动态 显然心情非常不错 陆军女星春节过年造型十二 关小彤 作为国民闺女 关小彤的关注度一直都很高 刚出场时 就因为造型惊艳上了热搜 有网友表示 奶奶几乎漂亮 妈妈连说三个太好看了 慎重明智汉服的她 很有一种青雅美 从衣服到头饰都是淡色为主 粉紫色马面裙凸显少女感 粉蓝沾花也能映成肤色 不仅如此 口红采用的是奶油桃子色唇妆 乖乖嫩嫩 配合清透妆面 好有名代大气之美 可以说从服饰到妆造 很美也很完整 比她之前红弹上的造型都要好看 的确论整体气质 这种婉约清雅的造型 其实更适合她 陆军女星春晚过年造型十三 李庆 李庆则穿上宋制刺绣古装 登上春晚舞台 以粉色为主色调 年轻婉约 装造上 竖发细眉 加上有特色的珍珠贴面 古运十足 李庆温婉的气质也特别适合这种造型 不少网友都觉得 春晚上女明星的古装扮相 比现在古装剧 大同小异的服装美多了 李庆好惊讶 用网友的话说 完美诠释 名谋善赖 清理婉约 而戏曲出身的她 在演艺舞台宁锦时 以传统文化为基调 表情一态都非常好 给观众彻线出来的氛围感 真的是好棒啊 二丽庆也和刘涛 刘诗诗 关晓彤四位美女 在春晚舞台上同框 陆剧女星春节过年造型 十四张若南 张若南是春晚上 意外冲出高讨论度的女明星 她是春晚百度搜索第一的明星呢 搜索量 更是我们迪丽热巴 刘谦 张若云等人 张若南和赵露丝 余淑欣一样 都是九五后小花 最近出现在听众剧 你有今天 声势算不及赵露丝和余淑欣 但一直小有话题 张若南本来就长得讨喜 甜萌 在春晚演了小品 讨论度飙涨 张若南还有一个用力挥拳的小动作 引起了热议 节目结束的时候 张若南和所有人在后面当背景板 主持人撒贝宁 说着吉祥话 大家把日子一起过得更好 张若南还配合的向前挥拳 网友多笑说 张若南这一拳好正能量 把梅运坏人统统打跑 好了 看完以上14位陆剧女星 春节过年新造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